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脉搏摸不着了 出现面色黄白 大量的存休克状态 它可以通过人生马上就能恢复这种气血 脉搏了本来摸不着 通过人生就能达到腐脉的作用 对大事学的人 我们讲 学不能学生 但是气可以熟骨 就是气很快就能够马上补 把它骨血起来 但是如果血丢死了 我们马上补 血是不能马上补回来的 所以这种情况叫一气色血 比如说崩漏下血或者大出血 我们可以先用一点哄生 煮水或单用堵生汤就可以 达到了迅速止血 防止虚妥 防止因为丢失了之后 出现了进一步的脏腐功能衰退 所以这种就用一气色血 既能够补血 也防止了它进一步出去